随着疫情持续蔓延 台湾的医疗志愿已经蓄于饱和 很多医院的医疗物资也快速消耗 为此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也拿出具体行动 今日上午与积极慈德市 共同前往南投县政府来捐赠多项的防疫配备 县议员曾正妍、张家哲、林芳宇、邮昊、简俊廷、唐晓芬也到场关心 我们非常感谢慈德市 他大概捐了将近100万的这些防疫设备 可以说让我们第一县的工作人员能够获得安全 获得保障 我县长也是代表我们县民 像慈德市的体建法师表示感谢 希望这些防务措施的设备 能够给我们第一县的这些防务人员 带来更安全、更获得保障 他不会受感染 我们非常感谢 县议员曾正妍表示 相当感谢这次国民党以及积极慈德市 提供多项防疫配备 为第一县的工作人员提供最佳保护力 另外也希望中央能够重视 尽速购买品质优良的疫苗 来避免疫情扩散 感谢我们今天这个中央国民党和我们积极慈德市的师傅 关献 总共100万 有四项的物资 就是这个快筛 还有这个护衣 护免 还有护眼睛的 就四种的这个物资 也很感谢你 让我们 目前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 做男老官 也真的欠缺 这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 心就是说 通道于面 要让我们 趕快让我们的 德国疫苗 让我们的 全国的人都资到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随着疫情蔓延 许多防疫配备相当欠缺 也相当感谢这次捐赠单位的用心 大家一起努力 度过疫情难关 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证法师 捐赠了我们的试剂 疫苗的试剂 还有防护面罩 以及防护衣 这些都是我们医疗 最需要的东西 现场也要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国民党部 以及中央 还有两位的立委 马立委 徐立委 以及有许许多多的我们议员 在这个时刻 都站出来 关心 希望说 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中 继续生活下去 这次国民党南投县党部 以及辞德市 共同捐赠 快筛季 1560个 防护仪 1500件 护目镜 5000个 防护面帐5000个 医人们感谢捐赠单位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要落实防疫 保护你我的健康 记者邱品俊 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